想象一下,开惯了200家公里每小时巡航的德国人 骑惯了自行车的丹麦人和荷兰人 人手一台沃尔沃柴油旅行车的瑞典人 从2022年10月开始 将在自己的国家见到越来越多的一种新型的陌生的基础设施 未来汽车的换电站 而在未来的两年多的时间里 在上述的四个国家 以及更多其他国家的整个欧洲地区 这家来自中国的造车新实力 要布设超过1000个换电站 如果你对这个数字没有什么概念 这大概就是目前整个中国的未来换电站的数目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孤岛车谈 今天我们请来未来汽车的联合创始人总裁秦力宏秦总 让他亲自聊聊对这片发明汽车的大陆 这个仅成立8年的初创公司要做出怎样的成就 2021年,未来汽车带着对欧洲市场的憧憬 以及对挪威这片电动车卧土的向往 以一个较低的姿态,小批量进入了挪威市场 根据EU EVS网站的统计数据 截至撰写本文的2022年9月18号 未来在挪威的这近一年的时间里 卖出了887台ES8 而特斯拉仅在2022年前9个月的时间里 就卖出了11,069台车 未来在挪威的试水还完全不构成 对这个市场任何一款主流车型的威胁 那这是否就是一场溃败呢? 秦总并不这么认为 他说 这里提到的匈牙利 我采访秦总的一个发布会所在地 2022年 未来在这个位于布达佩斯西边18公里的郊外 建设了他的首个海外工厂 不过这并不是一个生产汽车的工厂 而是生产未来能源的产品的工厂 目前主要是换电站 未来还有充电桩 一些专用工具和零部件 关于匈牙利的布局 秦总说 这个工厂首先对于我们整个欧洲的计划都非常重要 事实上我们今年在匈牙利布局了两个设施 一个是今天大家所在的 我们这个充换电设施的工厂 它也有一定的研发功能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我们在布达佩斯市内 有一个整个欧洲业务的共享服务中心 目前正在设立的过程中 今年晚些时候会投入运用 它将对我们在整个欧洲各国的财务 人力资源法务 包括用户服务 呼叫中心等等 提供一个统一的中台支持 这个呢也是在匈牙利 对我们普通中国人而言 匈牙利是既缺乏存在感 又没有任何特殊记忆的国家 既不像它南边的南斯拉夫地区 时常出现一些重要的新闻事件 又不如它西边的德国瑞士奥地利那样富足 充满了响于世界的工业产品 那选择匈牙利是为什么呢 是一个充换电设施的研发和制造的基地 它相对会独立一点 那么随着整个匈牙利政府 对于电动汽车整个全行业的推进 这个地方的产业链会越来越齐备 我想对我们的吸引力肯定会增加的 那么随着未来在欧洲的业务的开展 下一步我们更多的本地的研发 本地的制造 本地的运营 在欧洲当地也会有需要 那么我想匈牙利它的整个的这种产业生态 对我们来说可能也会越来越有吸引力 重点找到了 那就是所谓产业生态 近年来中国各个地区都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不少地方政府支持本地汽车公司发展电动车的案例 如果只说未来的话 那绕不开的就是2020年拔刀相助的合肥市政府 当时一个合作框架协议 合肥就宣布投资未来100亿人民币 合肥市政府还在官方微博中表示 计划在五年内将未来打造成为一个千亿市值的龙头企业 使其带动合肥乃至安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眼下两年过去了 未来保持了高增长 合肥也建立起了相当成熟的新能源车产业 真是双赢 那再来对比看看匈牙利 这个地处欧洲交通要道 政治上既属于欧盟 又和俄罗斯没有正面冲突 还跟美国保守派没来眼去的国家 依靠着完善的高等教育和低廉的劳动力价格 近年来越来越成为欧洲汽车工业垂青的地方 无论是1991年匈牙利刚刚民主化 就投资设厂的日本领木 还是2022年刚刚宣布将投资500亿 建厂生产100G瓦时的中国电池巨头宁德时代 各类汽车产业公司都绕不开在这里设厂造点什么的决定 尤其是近年来 动力电池的生产尤其牵动着每家车企的战略布局 此时匈牙利已集结了包括韩国三星SDI SK 宁德时代 一维里能等大型电池供应商 日本东力 日本Wscope 中国恩杰股份这样顶尖的隔膜供应商 产业积薰效应日益凸显 未来汽车在此时也进入匈牙利绝非偶然 这里的产业生态确实值得投资 而谈到未来是否会在欧洲本土生产汽车 秦总又说 我觉得目前来说呢 因为我们在欧洲的整车销售和运营呢 刚刚开始量还非常小 所以这个问题对我们可能稍微早了一点 但是再往下看 如果我们在欧洲的整车业务如果非常顺利的话 我觉得包括整车站内的欧洲本地制造 可能是需要提倡一时日程的 我目前只能说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一旦到了那一天 我相信匈牙利依然是我们首选的目的地之一 作为一家中国车企 尤其是一家以服务用户 电驱动技术为战略核心的新势力公司 未来汽车在成立仅8年后 就在欧洲率先设立生产工厂 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 这让我想到了本田 日本三大中资历最浅 也是最没有政府背景的本田 是1946年成立的一家活塞环公司 直到60年代 本田才开始生产汽车 1978年 本田就在美国俄亥俄成立的工厂 名为HAM 本田美国制造 生产本田摩托车 并在两年后扩张成立汽车工厂 无论是文化上 效率上 态度上 还是资源上 日本式的精简 严谨 和美国式的粗犷 自由 都充满了各种对立 冲突 而最终 本田将这一切 化解得十分和谐 成为了日本汽车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而如今 狼性文化 资本鞭策下 火箭窜升的中国新势力们 来到了岁月静好 互联网时代 几乎完全缺席的欧洲 让欧洲人造中国车 肯定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冲突和问题 关于这些挑战 秦总认为 匈牙利工厂的建立 对于未来去探索全球化的制造运营管理的模式 很有帮助 他解释道 大家可能也注意到 我们这个工厂的最高管理者 不是从中国派来的中国人的厂长 我们有一些中国的管理层 是在我们集团全球的层面进行指导和支持 那么这个工厂从设立到运转 它的主要管理团队都是来自于 匈牙利当地的核心人才 那么我们想 这种全球统一布局 然后由当地的人才来运营这个工厂 服务于当地的社区 这个模式呢 我觉得这个厂虽然并不大 给我们提供的样板意义是非常大的 我想也是下一步 针对这个全球进一步多元化 这个以中国为主的公司 在全球进行布局的很重要的一个攀索 的确 如果放到上面提到的 本田美国工厂的案例 日本人当时其实仍然为了保证 自己的管理逻辑 产品质量得到贯彻 选择用日本人自己人作为厂长 并在关键岗位调用日本的工程师做指导 未来相比之下 在国际运营的本土化上 做得更加深入 然而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这样的努力更为难得 遇到同样挑战的不仅仅是眼前的薛压力工厂 未来在刚成立之后 就已经布局了多个国家进行联合开发 秦总介绍道 当然我们未来的这个研发业务 我们从2015年开始就在欧洲设立了 现在在慕尼黑、柏宁 还有英国的牛津 我们有数百位不同领域的研发工程师和设计师 这些团队至今都在为未来汽车的产品贡献着属于自己的力量 确保未来的产品不仅停留在服务中国市场自身 还随时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使用习惯、道路特征和法规要求同步 据了解 未来英国和德国的研发分部都在近期开始了扩张队伍 增加研发实力的脚步 这将提升未来汽车在欧洲的本土洞察 为今后的开拓市场铺平道路 关于在欧洲的销售 在这么多国家中如何开展 秦总解释道 那么今年呢也是10月7号吧 我们会官宣 我们在德国、瑞典、荷兰和丹麦四个市场的进入 这是我们的第一批真正进入的欧洲的国家市场 匈牙利这边会对他们都提供支持 那么下一步我们的第二批在欧洲的国家市场 包括英国 我们已经准备工作已经启动了 我们预计将于明年三到四季度吧 正式的来进入 我们的第三批进入的市场呢 我们会从今年晚一些时候开始准备 所以对于我们未来呢 就是这个欧洲的国家市场进入我们分批次 做一批 筹备一批 再准备一批 这样呢 我想到成熟阶段 我们未来在整个欧洲呢 我们希望在20个左右的国家 能够有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的运营 并且把整个未来商业模式的整个的生态能够带到欧洲来 而不仅仅是出口几辆车而已 这一点很重要 来到欧洲是要带着整个商业模式来 而不仅仅是出口几辆车而已 这两年 我在欧洲已经看到了包括MG 长城在内的国内车企开始在欧洲销售汽车 但他们的本土化适应做得远远还不够到位 举个简单例子 2019年MG ZS-EV的中控屏 无法提供充电桩信息 取而代之的是加油站信息 对于一款电动车而言 这个信息毫无帮助 赶上2018年最后一波老标准 来到欧洲做Euro NCAP的2019款 爱驰U5 由于根本没有在欧洲做个开发 导致摄像头根本无法识别这里的限速车牌 丢掉了宝贵的分数 最终只带回了三颗型 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没有本土开发实力造成的 算是典型的土鳖式出海 反观蔚来 作为一家以服务用户建厂的公司 除了车的技术和驾驶体验 它的另一个重要卖点 就是完善到细枝末节的服务 尤其是所谓Fellow 伙伴 让车主能够在拥有蔚来车的整个生命周期 有一个可以随时找到的伙伴 帮助处理一切用车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秦总针对这个谈道 Fellow呢 我们是把它position成用户的朋友 他除了买卖车以外 他还平时帮助用户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 就你有任何事 你得找个厂家的人帮帮你忙 对 我们相当于跟每个用户 安排了一个内部的熟人来帮他 对 这个模式呢 我们在欧洲会继续用 OK 事实上从去年开始 我们在挪威做这个模式到现在 总的来说还是非常成功的 当然欧洲的这个用户社区 会有它一定的特点 当然我想这个我们也观察到 这个根本的方法还是一样的 从未来首批登陆的这几个欧洲国家看 德国和瑞典有着悠久的汽车制造 和用车生活的历史 丹麦和荷典则更倡导公共交通出行 和自行车通勤 风格并不一样 我之前恰好这四个国家都去过 在丹麦和荷典 他们街上的汽车非常小 据说那里的用车成本极高 车价 税费 停车费等 一切跟用车相关的费用都很高 不过当地居民对新鲜事物都非常热衷 出租车和短租车中 电动车的比例不低 我甚至在丹麦街头 见过丰田Mirai清燃了电池车 相对来说 在高速四通八达的德国 和南北跨度1600公里的瑞典 本国人的汽车消费更加传统 长途通勤的需求更高 这里我提供一些基本的用车数据 供大家参考 可以看得出 未来汽车选择的这几个国家 在2021年的新车销售中 电动车的比例都超过了25% 在国际上也都处于遥遥领先的状态 选择他们而不是意大利 西班牙 罗马尼亚等这些相对偏好油车的国家 很显然是未来一个比较稳妥的决定 然而地广人稀的挪威和瑞典 是否能复制中国密集修建换电站的策略 就不得而知了 对不同的国家特征和使用习惯的研究 将是接下来未来抢占欧洲市场 需要做的一个巨大的功课 每当在中国的专访中提到和特斯拉的竞争 秦总就要说 未来汽车的定价 让他和特斯拉并不在一个价位区间 特斯拉的平均售价是30多万 而未来是40多万 然而到了欧洲 这个电动车发展较晚 定价较高的市场 这个格局就可能发生改变 比如在英国 最便宜的特斯拉Model 3 换成人民币要大概38万人民币 针对这件事 秦总说 我们未来采取的是一个非常公正的全球定价策略 就是我们全球的定价 它的基底是一样的 然后只不过呢 我们在欧洲 我们会把这个运费关税 像还有不同国家 不同的这个消费税 等等这些东西来进行一个加减 完了以后呢 是多少就是多少 可能稍微的区区涨 所以在这个定价上 我们还是采取 基本上以我们自己为主的这么一个模式吧 像我们在挪威的定价呢 它可能比在中国还要再略便宜一点 是因为挪威是一个零关税的一个国家 OK 零关税 而且零消费税 零增值税 所以呢 算下来它就便宜一点 比如说接下来到了德国 就同样的 这个中国的产品 它就是一个成本 加上运费 加上关税 消费税 增值税等等 另外呢 我们公司会保持一个 全球基本上同样的合理的毛利率 这样呢 价格是多少就是多少 所以我们会做一些技术性的小调整 我们最后会不会预期到 中国那种特斯拉比未来便宜一些的格局 在欧洲打破 然后变成一个直接竞争的关系呢 非常有可能 因为在欧洲的智能电动汽车的市场的发展 其实比中国会稍微晚一些 所以竞争程度没有那么激烈 那么特斯拉作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全球品牌 我相信这种直接的竞争和比对 会比在中国更加直接一些 那就让我们期待之后 未来在第一批四国上市之后的价格发布 以及之后一年中的销量表现了 我自己是非常期待看到他和特斯拉的直接正面竞争 好了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孤岛车谈 我是罗金鱼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